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武林大会的消息 明晚9点15分 东方卫视新版的武林大会 预赛最后一场就要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这一次武林大会两位年轻的老将在后台杠上了 其中一位是四次参加武林大会的大张伟 另一位则是三次参赛的薛之谦 是的论经验的两个人是平分秋色 论武器则是天壤之别 当然两位的共同点不是没有 这不能两位幽默搞笑的兄弟到了后台 在武林大会开始前 先来了一段相声我们来看一下 开赛在即 武林大会的化妆间却成了临时食堂 为了练武 连续两天没好好吃上饭的明星们 看到武林大会提供的盒饭也顾不得形象 两屯服宴起来 练了两天我觉得还有些动作记不住 我觉得万一在台上踩错一步 后面就都会乱 所以压力要大 管他吃饱再说 没有 我就杀死我了 五云大会的伙食果果然不错 你看 一扫而空 而在另一个化妆间内的选手大张伟 却是对着香喷喷的盒饭丝毫不为所顿 经过几天武林大会的历练 大张伟似乎通透了不少 只是这番心得听的旁边的学知牵手捧腹大笑 每天就吃一顿对吧 保持这种空姐的气质 你说挨骂被鼓励 然后人夸你骂你 你说倒退 比如往后十年想起来不都是一场梦吗 对不对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成功失败无所谓 尽管看似抱着看待名利的态度 但大张伟却也在练舞房里看到了不少明星洒下心情的汗水 偶像歌手薛之谦就是一位 要知道薛之谦为了能有好表现 练舞练到早上六点 他练到早上六点 你练到几点 他几点去的 你得说 不是 他练到几点早上起来 早上六点 我没明白 就是人家让他练吗 不是 六点了 就是六点了不关门 就是一直练习 老师陪着你就是没练 谁说谁呢 说你练到早上起来六点钟 对 我真的到六点 不是 你得这么说 因为当时说薛老师确实是不容易 我薛老师 开玩笑了 老师 你不是最看好他的吗 你不是最看好这一期 对 反正谁带我看好谁 然后那个 就是反正老师 薛老师肯定是 如果他就是有愿望能够说成为咱们这届冠军 武林盟主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就说 因为不是不是 张老师您能不叫我薛老师 我求你了 我辈分比你差多了 好吗 赚钱 薛老师跟我 签签老师跟我差不多大了 张伟老师 你可以不要搅 上一句下语你都是千天老师 那是大三年的 您跪下了 您是八几年的 八三年的 那就跪 然后那个 我那意思是说 不坏 没有还有腻 此刻 武林开战前夕的紧张气氛已经完全被大张伟的淘淘不绝挥散了不复存在 薛之谦只怕是上台前已经笑到肚子抽筋耗了不少体力 但是结果呀 就是因为有那个包小博跳挺好的 真跳不错 还有那个老师跳特别棒 连铁梨花那个 杨志 对 他们不说我们跳太棒了 然后所以说我觉得我肯定就淘汰了 然后但是我觉得薛老师还是有压力 他们是老师 我真不是老师 求你了 我想想叫你怎么顺 然后那个签 你叫薛之谦 吱吱也不合适 弄得跟浩克似的 然后那个 就叫 没法跟他聊天 你知道吗 当然薛之谦也不是省牛的灯 听人离主持活动参与节目录制 薛之谦的反应机敏 幽默搞笑也是有口结杯 大张伟围维绕了他展开的一系列搞笑桥段 立刻激起了薛之谦的斗志 一段模仿大张伟练舞的动作 让大张伟本人也忍俊不禁 他是把全场唯一一个他可以帮我们大家弄翻 就是很好笑 他跳舞的时候特别的有个氛围 你说他跳舞很好笑吗 对 他跳舞的时候氛围很好笑 就是他整个是给别人一种非常娱乐的那种感觉 对 玩得你跟平伟似的 把他手还切上了 然后那个 干嘛这么专业啊 这一看薛老师 简直一下感觉 张伟老师 这什么东西这是 我想把别人逗笑都逗不了了 没这功能 但是所以说咱们要互相学习 我不要跳您这么好 我也是做不到了 所以说我们就是希望在以后的人生路上 能够相依相守 能够好好地来一起相互的帮助 就是说如果有机会你也教教我跳舞 如果有 这样痛吗 对 你教他 我也教不了什么 然后浇点水 然后这个我 同样是游默细胞丰富 大张伟和薛芷 上了武林大会的舞台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 面对大张伟的夸张搞笑 拼味金星似乎不吃这一套 他的一番犀利点评让大张伟顿时颜面无存 跳舞真是蛮不了的 你看张伟在跟我们调侃的时候 他那个身材飞扬那个反应敏捷极了 你说音乐一起 他那个脸一下子拉下来了 是 我也是 一下子变成一个弱智的人 特弱智 而此后亮相的薛芷千再一次挑战恰恰 下组苦工练习的舞蹈终于派上用场 天星老师一反常态 居然用了专业舞蹈演员最高评价 送给薛芷千的这支用心舞蹈 其实看你表演以后我很兴奋 其实我对一个舞蹈演最高的评价是 哎呦 这个人跳舞好干净哦 就说没有多余的步子 没有浪费音乐一个节拍 这就是我觉得是从我嘴里冒才是最高的评价 这个人没有浪费音乐 没有脏的步伐 所以我觉得这两点你都做到了 哇 金星老师 很紧张 哇 会不会太高了 评委金星到底给薛芷千打了什么样的高分 第三次挑战舞蹈的薛芷千 这一次会直接晋级成功吗 敬请锁定本周日晚9点15分 东方卫视即将播出的新版舞蹈大会 娱乐新天地陈小月上海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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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